感谢关注朱家小仙,一键三连哦。 吴夕得知秦昭被修气的消息后,脸色很不好看,他今日的目的是希望秦昭继续当赵玉的原配,他记得在书中秦昭死的时候还是赵玉的妻子,可是突然间秦昭被修了,这不是脱离了书中剧情的走向吗? 你确定此事是真的? 吴夕宇表情阴晴不定,问道。 洛霞忙点头,是真的,大奶奶已经接下了表公子的和离书,如今大奶奶和表公子不再是夫妻。 而且整个赵府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所有人都同情秦昭,成为了下堂妇呢。 可他知道,姑娘是不愿意秦昭夏堂的,如若不然,也不会去一品居向老太太见言。 方才姑娘还和表公子纠缠不休,而今表公子又跟秦昭和离,这不是让所有人都知道,表公子之所以和离,是因为姑娘嘛。 这件事若传进了东宫,姑娘要嫁给太子殿下,谈何容易? 胡锡宇坐在床檐发呆,此前她被外祖母呵斥了一回之后,就想着离开赵府,也远离赵玉表哥。 可今晚突然间,秦昭跟玉表哥合离了,她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好像剧情已经脱了絮,她想倒回正轨,却很无力的感觉。 而且,她越来越忌认会秦昭,如果秦昭不死,又进了东宫,这个秦昭会不会成为那个为肖策生下皇子的妃嫔呢? 想到这种可能性,胡锡宇握紧了双拳,看来她还不能离开,明日肖策可能会再来赵府。 起码明儿个,她绝不能让秦昭在肖策的跟前有露脸的机会。 她看了看天色,已经很晚了,很多下人已经歇下,现在找人过去蔷薇院,只恐会惹来重怒。 当下她便对落霞吩咐,明儿个一大早,你就去找好丫鬟婆子,让他们找个借口,把表嫂骗出蔷薇院,随后再把表嫂锁进一间屋子里。 绝不能让表嫂有机会见到太子殿下。 落霞听的这话,觉得有些奇怪。 姑娘何必多此一举,大奶奶如今只是个下堂妇,而且就大奶奶那样的滋容,太子殿下怎么可能看得上? 她实在想不明白,姑娘为何如此忌讳大奶奶。 太子殿下龙张奉姿,表嫂确实不能跟太子殿下相提并论。 我只是纯粹地不喜表嫂出现在太子殿下的跟前。 让太子殿下,想起那晚上不愉快的经历。 无锡语自然不会说实话,找了个很好的借口。 奴婢晓得了。 落霞一听无锡语这话,顿时安了心。 外面守着的一个绿衣丫鬟偷偷听见了里面的谈话,她犹豫着要不要向蔷薇院那边通通气呢。 把新花院这边的动静告诉蔷薇院,这是被主之事。 但她是个贪财的,宝玉每次出手阔绰,赵府的月前却是少得可怜。 最终绿衣丫鬟还是被贪念占了上风,她瞅着四下无人,便匆匆前往了蔷薇院。 宝玉确实出手阔绰,得到绿衣丫鬟的消息后,给了绿衣丫鬟一袋银钉子。 绿衣丫鬟颠了电银钉的重量,便欢天喜地地走了。 宝玉目送着绿衣丫鬟走远,才折回室内对秦昭妇儿一番。 哼,她居然这般防着我,如果我见不到太子殿下,又如何能进东宫避难? 秦昭很是意外。 明个一大早便会有人来找姑娘,姑娘得先想个万全的法子才行,否则姑娘明天就见不到太子殿下了。 宝玉道出了自己的担忧,难怪主子想进东宫避难,表姑娘居然动了把主子关起来的想法。 再加上老夫人和大公子都不满主子,若是明个不能够成功避祸,主子想出赵府,怕是难如登天。 还有时间,让我想想。 陈吟片刻,秦昭突然问道, 你可知,太子殿下明个何时会来赵府? 他估摸着,下了朝也得进四十,再来到赵府,也需要进半个时辰。 如果再在宫中耽搁一会儿,可能五十过后才能来。 这么一算计,他心扬了半截。 如果他够倒霉,萧策索性就不来赵府了呢,那可怎么办? 奴婢若记得没错,太子殿下每每都是四十正便到了。 宝玉应答得很快,他对这些琐事都记得很清楚,有几回太子殿下来的时候都是这个时辰。 上午十点,秦昭想了想,萧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时间规划的人。 他如果想出宫,一定会先把出宫这件事办好,再做其他的。 上午十点的话,他还有机会拖一拖时间。 姑娘已有对策了吗? 宝玉见秦昭很淡定,好奇地问道。 秦昭往踏上摸去,心中已有计较。 无锡语的目的是想要抓走我,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让他抓走即可。 你同我一起,宝珠不是在养伤吗? 届时把太子殿下的玉佩交给宝珠。 宝珠有玉佩在手,要见到太子殿下,便不成问题。 只要宝珠能见到太子殿下,我就有了升级。 姑娘这法子好是好,就怕中途会出什么变故。 姑娘可曾想过,如果宝珠见不到太子殿下,那姑娘岂不是白忙一场? 宝玉难掩忧虑,这使宝珠的声音凭空响起。 我就算拼了性命,也会把姑娘被关的消息带给太子殿下。 秦昭和宝玉同时抬头,看向了宝珠。 宝珠身上的伤未痊愈,她缓缓走至踏前,柔声道。 姑娘放心,我一定会让姑娘达偿所愿。 秦昭闽纯笑了笑。 有你们两个在,我很放心。 时辰不早了,你们都去歇着,尤其是宝珠,还要好好地养伤,只有养好了身子,才能护我周全。 宝珠和宝玉齐声应试。 最后宝珠去到了偏厅歇下,宝玉则守在门口打盹,晚上也得防着表姑娘提前动作,带走主子。 东宝,肖策忙到子时才睡下,她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个女人,在迷雾中隐隐绰绰,看不真切。 她正抱着孩子,缓缓朝她走来。 不知怎的,她很好奇这个女人是谁,偏生她怎么也看不清那个女人的脸。 待她拨开浓浓的迷雾,却正对上一双乌战战的美目。 她说得睁开眼,发现天还没亮。 太子殿下醒了,时辰还早,要不要再歇一会儿。 张吉祥第一时间撩起了丈连,上前伺候。 肖策想起方才在梦里看到的那双女人的眼睛,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无端端地梦到秦昭。 是了,三日之期已到,她今儿个要去赵府一趟,看看赵玉是否给秦昭下了修书。 她从小到大都不做梦,偶尔张吉祥说起她做过稀奇古怪的梦,她并不觉稀奇。 方才是她记事起做的第一个梦,梦里却出现了秦昭,这是何故? 太子殿下可是有话要说。 张吉祥伺候肖策多年,一眼便看出肖策欲言又止。 姑方才做了个梦。 肖策随后拿起一件袍子披上。 张吉祥急忙跟上来伺候,她兴致勃勃地问道。 啊,还真是稀奇,殿下,您梦到什么了? 肖策的眼前闪过秦昭清白病态的脸,薄唇轻钩。 一个女人。 张吉祥忘记自己正在帮肖策更衣,她的手顿在半空,一度以为自己听差了。 说起来,东宫就不缺美人。 太子爷今年十九,朝中有不少的朝臣给太子殿下三女人。 太子殿下却也欣然收下,只不过这些美人都只是个摆设。 虽然有几个美人比较受宠,那也只是爷为了平衡政局才做的样子。 再者,太子殿下从来不在任何一个美人的别院过夜,美其名曰,是不能辱墨将来的太子妃。 张吉祥暗沉,太子爷自被册立太子以来,唯一被人诟病的便是西夏五子。 而且自大旗建国至今,还是唯一一个年满十九还没有立太子妃的皇太子。 这两年,有不少人想把家中的贵女嫁进东宫。 就连那吴贵妃也打起了把自己侄女嫁进东宫的主意。 大家各自为盈,挤破头的都想攀上太子殿下这个高枝。 偏生太子爷这个当事人对此事一点也不热衷。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甜宠剧《何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演播闻丫头,汉莫书香,后期制作土豆。 第十二集 他从来不拒绝各方各派给他塞美人,但就是从未有过招这些美人侍寝的想法。 这也让所有人更加抹足了劲,想把自家的千金嫁进东宫。 平常人家的男子到了太子爷这个年纪,哪个不是三妻四妾,或有儿有女? 只有太子爷为人轻贵,君子端方。 这样的好儿郎,是天下所有的君臣都喜爱的。 这其中最急的人便是淑妃和皇上。 他们都期望太子爷能够尽快地成亲,即便不成亲,或者能生个小皇孙也好。 偏生太子爷全身心地投在政务之上,对娶妻之事兴致缺缺。 虽说皇上和淑妃也不失地施压,但太子爷总能够三言两语,说服上面两位。 久而久之,淑妃也抱着听之认之的态度,只要确定太子爷喜欢的不是男子即可。 就在这种情况下,不敬女侧的太子爷,突然说梦到了一个女人。 作为敬事,张吉祥自然是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爷,梦到哪个美人呢?不若今晚便招那位美人失寝吧。 张吉祥小心地察言观色,终于确定自家主子不是在说笑。 肖策看一眼张吉祥,这一眼意味深长,张吉祥的心咯噔了一下。 爷,怎么这种眼神看奴才啊? 肖策想起身在赵府的情招,再想起他那孱弱的身子,不禁摇头。 爷别光摇头啊,到底是哪位美人让爷牵传挂肚? 或许不是东宫中的美人? 张吉祥继续追问,好奇心快冲破了天际。 肖策什么也没说,只是眸中闪过一抹浅浅的笑意。 张吉祥却不明所以,被肖策的笑而不语弄得急死了。 哎呀,那位美人到底是谁呀? 肖策直接甩了张吉祥一掌,他穿着妥当。 好了,此事到此为止。 他照秦昭事情,这个画面不敢想。 张吉祥不敢就这样,结束这个美好的话题,他紧追在肖策的身后问道。 那爷告诉奴才,那位美人姓慎名谁呀? 他好去禀了淑妃娘娘,让淑妃娘娘把美人送给太子殿下。 肖策懒得理会张吉祥,张吉祥却稽而不舍地追问。 最后肖策称,再问就扣除张吉祥的俸禄,才总算让张吉祥闭嘴。 赵府,天将将亮,蔷薇院便来了好几个婆子和丫鬟。 今朝此时还未起身,听见嘈杂声响起,他睡眼朦胧地问道。 宝玉,你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宝玉应想,很快他再回来,身后跟着好几个身形高大的婆子。 请大奶奶跟我们走一趟,大公子有事要跟大奶奶商议。 回首的马脸婆子一板一眼地道。 今朝打了个细小的哈欠。 啊,我还没睡够呢,等我睡到自然醒,就跟你们走一趟。 他说完就想躺下。 马脸婆子却突然到了他前,高高在上地俯视他。 大公子有急事,要找大奶奶,还请大奶奶默顾了大公子的正事。 大奶奶请吧。 秦昭坐着身子,谋色突然变得凌厉。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才是这个家的主子,你好大的胆子。 马脸婆子在秦昭的注视下,露出了惬意,他耿住脖子,好一会儿才放低姿态。 小的也是奉了大公子的命令,才来请大奶奶走一趟,还望大奶奶,莫为难小的。 秦昭方才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场,居然让他喘不过气来,真是奇了。 我已收了大公子的修书,往后别这么称呼我。 秦昭说着下榻,看向宝玉道。 服侍我洗漱。 是,姑娘。 宝玉应想,他很快端来水盆,细心地服侍秦昭,静面梳妆。 随后秦昭又说饿了,宝玉再去拿了枣石过来。 眼见着过了小半个时辰,秦昭还没有打点妥当,马脸婆子终于急了。 时辰不早了,大奶奶。 在秦昭的注视下,马脸婆子硬着头皮改了称呼。 姑娘,请吧。 秦昭见天已经亮了,他知道自己再拖延下去,只会让这些狗障人士的东西露出真面目。 目前还不宜让这些人起疑心。 他优雅地轻视唇角,起身道。 罢了,我跟你们走一趟。 大公子可有说什么事,为何非得这个时辰来找我? 小的只是奉命行事,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 马脸婆子避重就轻。 秦昭也没再问,他随着马脸婆子出了蔷薇院。 马脸婆子后知后觉地发现漏了宝珠,正想派人回去把宝珠也带走。 这时秦昭道,还不走? 马脸婆子心想,不过是露了一个小丫鬟而已,应该不妨事。 反正表姑娘只是希望,秦昭别跟太子殿下打照面,带走秦昭就足够。 当下他带上秦昭和宝玉,远离了蔷薇院。 一会儿人才走远,躲起来的宝珠就陷了身。 他看着秦昭离开的方向,心中祈祷,待会儿能顺利地见到太子殿下。 话分两头,秦昭大约走了半个钟,慢下了脚步。 这不是去大公子别院的路,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马脸婆子脸色不好看,本来是想把秦昭顺顺利利地骗到一间偏僻的杂物房,再把秦昭关起来。 眼下秦昭起了疑心,他只好动粗了。 动手! 马脸婆子一声令下,几个婆子便一起围了上来。 宝玉见识不对,就想大喊,却被一个婆子捂住了嘴。 至于秦昭的小胳膊小腿,在几个婆子跟前完全不够看,他索性放弃挣扎,冷声质问。 你们想做什么? 姑娘老老实实地跟着小的走一趟,这样会少吃点苦头。 马脸婆子下意识地回避了秦昭的视线, 这因他莫名地有点触秦昭。 他让人把秦昭和宝玉压到杂物房,因为怕秦昭和宝玉大喊,引来太子。 索性把秦昭和宝玉捆绑,再堵上了他们的嘴。 吴兴宇特别交代过,绝不能让秦昭有开口呼救的机会, 更不能惊动太子殿下。 唯有堵住秦昭的嘴,才不至于出岔子。 马脸婆子出杂物房的时候,还特意上了锁,这样就不怕紧着跑出来。 咱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好? 这一位手里可是有太子殿下的龙玉。 若是太子殿下追究下来,咱们会不会受牵连? 另一个婆子有点担心。 方才咱们不是没见着龙玉吗? 既如此,也不算是冒犯太子殿下。 表姑娘若是嫁进东宫,将来便是太子妃,未来的皇后。 你觉得,咱们是该得罪秦氏,还是得罪表姑娘? 马脸婆子冷哼一声,却到一旁守着。 只等太子殿下离开赵府,他们就可以功成身退,届时赏赢也少不了。 这等好差事,他当然要办得好看,以逃表姑娘欢心。 杂物房里,秦昭见人都走了,松了一口气。 宝玉想要蹭到秦昭的跟前,给秦昭解绑。 秦昭对他摇头,示意他别乱动。 既然是苦肉计,当然是越惨越好。 最好是让萧策知道,他惨到随便一个赵府的下人都能对他施毒手。 宝玉见秦昭摇头,以为秦昭是不希望脱困。 谁知下一刻,秦昭突然撞向了墙壁。 宝玉见状,吓得半死。 他的尖叫声被堵在了喉间,泪水却是怎么也止不住。 秦昭本来身子就虚弱,这一撞他几乎昏厥过去。 他就在想,既然是苦肉计,当然要越凄惨越好。 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虽然控制了力道,但他还是头晕目眩,几乎脱力。 鹅记得血色在蔓延,他勉强睁开眼,看到宝玉泪流满面的样子,想开口安慰两句,却发不出声音。 宝玉好不容易才挪到秦昭的身边,哭不出声音,却又担心秦昭失血过多。 秦昭对他摇头,表示自己没什么大碍。 他能做的事都做完了,接下来就看宝珠能不能见到萧策了。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甜宠剧 《何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十三集 萧策下朝后直奔赵府而来 赵玉没想到萧策还特意跑了这一趟 说实话,他不能理解萧策为何对秦昭这么上心 准确来说,以前就没见过萧策对哪个女人上心过 即便是那天晚上萧策坏了秦昭的明节 萧策也不可能真看上秦昭,对秦昭负责吧 或者是萧策怕秦昭把那件事说出去 他思来想去,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 自立出以来 太子殿下便是全天下最优秀的男子 他勤政爱民,在民间的声望极高 若因为一个小小的秦昭而失了名声 实在是得不偿失 只需要萧策稍微地安抚一下秦昭的情绪 就能免除将来可能出现的大麻烦 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赵玉为萧策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萧策不知道赵玉心里的那些弯弯绕绕 他得知赵玉已经下了休书,甚是满意 她的嫁妆可有给回她 赵玉心里不快,但还是如实回答 臣还不至于贪图她那点嫁妆 如此甚好 萧策策看一眼强规院的方向 犹豫着要不要去看看秦昭 殿下姐放心 秦氏已如愿拿到休书 她的嫁妆,臣也原封不动地给回她 殿下难得出宫一趟 这样吧,臣带殿下街上走走 赵玉话音刚落 就听见吴熙宇娇浇浓动听的声音突然响起 表哥 赵玉和萧策同时回头 看向声音的出处 吴熙宇这才像是发现萧策也在 她脸上飞起了红云 走进萧策的跟前扶了扶身子 名女给太子殿下请安 她知道今日萧策会来照顾 特意打扮了自己一番 今天的她穿着一袭嫩绿色的娇领衣裙 她身姿纤细,柳腰不淫一握 美目流转间,顾盼友情 这样的姿容,这样的气度 端得是轻力脱俗,让人移不开视线 论姿色,她的容貌自是出条而精致的 和整个京都也没几位有她这样的角色 若是今日能让萧策对她产生情愫 那就能够弥补那一夜被秦招抢占先机的损失 而她对自己的角色资容有足够的信心 玉表哥不就是对她的这张脸无法抗拒吗 起来吧 萧策淡然气唇 吴希宇这才抬头,一双妙目看向萧策 萧策与她对视,表情没有任何异样 情绪也没有任何波动 吴希宇有点失望 有不少人说太子殿下心悦她 她与太子殿下此前也见过几回 但太子殿下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样子 准确来说 太子殿下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 好像无论是男人和女人 对太子殿下而言都没什么差别 吴希宇盛装而来 在看到萧策对她没有任何特别时 失望是难免的 她却不知 她的小心窥探都落入了赵玉的眼中 赵玉此前还抱着一丝期望 在亲眼看到吴希宇在萧策跟前搔手弄姿时 就知道吴希宇真的对萧策起了心思 原来她钟爱的女子 竟然也想成为太子妃 只要成为太子妃 将来便是母仪天下 面对这样的诱惑 吴希宇竟然也不能免俗 她不知这是对人性失望 还是对吴希宇失望 姑宫里还有事 先回宫了 萧策说话间 又再看一眼蔷薇院的方向 吴希宇失望的同时 又很欣慰 萧策不只是对她冷漠 同样也对秦昭那个女人不上心 如果上回是她被送到萧策的踏上 一定不会落得像秦昭这样的结果 萧策可是看得不愿意看秦昭一眼 亏得她还这般的防着秦昭 恭送殿下 吴希宇扶了扶身子 翠声道 恰在这时 突然有一个人冲了过来 跪倒在萧策的跟前 求太子殿下 救救我们家姑娘 姑娘失踪了 如今下落不明 来人正是宝珠 亏得她的手上有太子殿下的龙玉 否则守在不远处的侍卫 也不可能放她过来 吴希宇在看到宝珠的瞬间 暗道不妙 你是病糊涂了吧 说什么胡话 宝珠还不快退下 吴希宇只恨自己 不能直接动手 把宝珠赶走 宝珠直接默示吴希宇 镜子对萧策道 太子殿下 我家姑娘一大早就不见了 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奴婢怕姑娘凶多吉少 姑娘不止一次说过 府中有人想害她 昨儿个姑娘才拿到修书 今儿早上人就不见了踪影 只恐有什么不测 平时里姑娘 总念叨着太子殿下 是世上最好的人 天下不能见死不救啊 萧策的眸色沉了沉 起来说话 此事姑自有主张 宝珠的心定了定 这才爬起来 萧策看向赵玉 赵玉急忙澄清 殿下 骑士失踪 跟臣没有关系 吉祥 你派人到赵府仔细搜查 务必找到秦昭 萧策诞生下了一道命令 张吉祥带上侍卫 应声而去 另一边 杂物房 秦昭觉得 自己随时可能被黑暗 吞没意识 他下手还是中了些 这具身子又差了一点 萧策再不来 他很可能失血过多而亡 他意识昏昏沉沉 旁边的宝玉 见秦昭受伤 恨不能受苦遭罪的是自己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嘈杂声 宝玉又惊又喜 用肩膀蹭着秦昭 想要告诉秦昭 有人来了 秦昭也听到外面传来的声音 他晃了晃昏沉的头 瞪大眼看了看门口的方向 木门终于开了 一道修长的身影 出现在光影里 他背光而立 全身上下沐浴在光明处 有如天神降临 秦昭喜极而泣 这一刻他才知道 原来自己非常害怕 等不到肖策 怕就这么悄无声息地 死在这间黑暗的屋子里 他当然不知 此刻的自己 在肖策的眼中 有多狼狈 他额头上的血还在流 泪水或者血水 沾了他的半张脸 再加上他全身被捆绑 就好像是一头 带宰杀的小羊羔 可怜而无助 肖策以前是没什么 情绪波动的人 他生来金贵 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以至于他这个人 不需要努力 就能得到一切 最好的东西 长大后 已经没有任何人或事 能够牵动他的情绪 但是在看到狼狈不堪的 情招时 他竟然替他愤怒和不值 随后赶来的赵玉 看到这一幕 也很吃惊 肖策突然转眸看向他 眸色凌厉 他好歹曾是你的发妻 你就这般折辱他 赵玉张了张嘴 想解释 但在看清秦昭的惨状时 所有的言语都堵在了他的喉间 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肖策快步去到秦昭的跟障 就想帮他解除捆绑 他是皇太子 何曾做过这些事 张吉祥在一旁看了 心疼自家的主子爷 忙到 爷 还是奴才来吧 肖策却听而不闻 快速解开了秦昭的束缚 手上不可避免地沾了血腥和污秽 但他恍若未见 秦昭早已脱力 他身子一软 堪堪倒在了肖策的臂弯 张吉祥在一旁 瞪大了双眼 太子殿下可是有洁癖的 平时不让任何女人亲近 今儿可这个污秽的下堂妇 对太子殿下投怀送抱 太子殿下都没有推开 这一幕太诡异了 谢太子殿下 对明女伸出援手 秦昭极为虚弱 声音机不可闻 终于等到肖策 他也可以放松了 这一放松 他便在肖策的怀里 失去了意识 传太医 肖策抱起昏厥的秦昭 冷声下令 他途经赵月身边的时候 慢下了脚步 姑不知道赵府是什么样的地方 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做出这样的事 别告诉姑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只会让姑觉得你无能 赵玉不敢看肖策 直到肖策抱着秦昭走远 他才冷声道 彻查此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田宠剧 何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十四集 无锡语早在决出不对劲的时候 第一时间禀报了七世 七世听说无锡语做出了这种事 而且还可能被肖策抓个正着 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如果想让无锡语驾进东宫 就无论如何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 是无锡语做的 得粉饰太平 就需要有人站出来背锅 七世很快就有了主意 他找来了马脸婆子 如此这般的交代一番 马脸婆子听完后 跪倒在地 老夫人 小的这要把罪都揽上身 还有命活吗 太子殿下声明在外 还不至于为了一个情事大动干戈 你解担下全部的罪责 事后我不会亏待你和你的家人 少不了你的好处 七世又之以利 马脸婆子一听这话就动了心 他信以为真 便应下了此事 蔷薇院内 很快来了一个冯太医 在给秦昭诊脉后 冯太医的表情凌重 可有性命之忧 萧策问道 回殿下 秦氏暂时没有性命之余 但身子极差 初步诊断 曾经服用过损害女子身体的阴随药物 若不好好调理 秦氏将来 空氏无法受孕啊 冯太医如实回禀 他没说的是 即便是从现在开始 好好地调理身子 也不见得能调养好 这个就看秦昭的命了 暂时没有性命之余 萧策抓到问题的重点 大奶奶的底子损耗严重 若非今日及时诊断 只恐活不长久 冯太医恭敬回答 悠悠转醒的秦昭 刚好听到冯太医这话 他松了一口气 冯太医医术精湛 从来都只在狱前和东宫看诊 有冯太医开方子 自己要捡回这条小命不难 他就说没有无缘无故的体弱 果不其然是有人害原生 如果是年月已久 应该是在未出阁前 就被人下了药 偏偏他对秦家一无所知 原本书中的秦昭 就是一个小炮灰的角色 书中也无过多的介绍 肖策正在和冯太医说话 听到床上的动静 才发现秦昭醒了 他也不避讳 在踏檐坐下 看到这一幕 张吉祥和冯太医 同时皱了皱眉头 孤在这儿 待会冯大人 开好方子 煎好药 以喝下药 便无大碍 肖策难得温柔一字 声音低柔 秦昭苦笑 说非殿下及时赶到 明女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吧 就算这一次 明女侥幸地捡回一条小命 但赵家有人要害明女 明女是活不长久的 肖策想起方才 在杂物房看到秦昭的第一眼 那一刻 他也以为他快死了 孤会命人把你安全地送回娘家 肖策这辈子就没试过安慰过人 但此时此刻 他却是希望能免他于困境 秦昭的眼神有点空洞 他神色欺然 娘家 明女 家近照复两年 从来没有任何 娘家人来看望过明女 而今明女备休 娘家大概也不希望再与我有任何来往 与其回娘家 被娘家人轻视 明女还不如死在外头 肖策一时不知 该怎么接话 天下含着金汤石出事 自然是无法理解 这个世道对女子有起苛刻 明女被夫家修起 就得承受世人异样的眼神 娘家是容不下明女的 大公子和表姑娘情愫暗生 我这个原配却成了他们爱情道路上的绊脚石 他们恨不能早早地把我拽开 我身子够这般差 指不定也是叫表姑娘和大公子的人 暗中下了药 这样明女不明不白地死在府中 就能给表姑娘腾出位置 秦朝见萧策一言不发 她适可而止 太子殿下是做大事的贵人 欣欣天下百姓 明女这点子破事 反叫太子殿下见笑了 关乎人命 自然不是小事 萧策起了身 你且好好休养 秦朝以为她要走 情急之下拽住了她的袖口 张吉祥看到这拉拉扯扯的一幕 急红了双眼 哎哟爷 咱们出宫的时间长了些 还是早点回宫吧 她看这个秦氏是想攀上太子殿下 就秦氏这张脸也不照照镜子 看能不能配得上尊贵的太子爷 尤其还是个下堂妇 看了糟心 萧策回头 正对上秦昭金黄的美目 而秦昭听到张吉祥这话 就更加急了 她一咕噜下了她 紧紧地拽住萧策的袖口 太子殿下 命令能跟你一起走吗 哪怕是进东宫做个打杂的 命令也是甘愿的 不管怎么说 先赖紧东宫再说吧 张吉祥这个人 以前就是这么讨厌 专门坏他的好事 重生回来 张吉祥还是讨厌得紧 哎 太子殿下 东宫不缺打杂工人 张吉祥说完 还用力瞪了一眼秦昭 被张吉祥弯了一眼 秦昭立刻躲到萧策身后 当着张吉祥的面就告状 殿下 这位公公的眼神好吓人 张吉祥瞬间气笑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发威 就见太子殿下冷下眉眼 张吉祥 你出去 别吓着他 就这样 张吉祥憋着一股闷气 被赶了出来 太子爷居然为了一个 其貌不扬的夏堂妇 把他这个心腹尽是赶走 而且就因为 那个夏堂妇告了一状 这太不可思议了 秦昭看着张吉祥吃瘪的样子 心情特别舒爽 前世张吉祥 就仗着自己是肖策跟巧的红人 再加上 他总是追着肖策跑 张吉祥很看不起他 没少给他脸色看 到了这一世 还有机会跟张吉祥打交道 顺便抱一抱 前世被张吉祥轻视的仇 快哉 太子殿下人这么好 为何方才服侍太子殿下的公公 看着这么凶残呀 秦昭再补一刀 他的声音不大不小 伺候在外的张吉祥 刚好听得真切 张吉祥自从当上 太子爷的进士后 就没试过被人这般的羞辱 这样的女人 还想住进东宫 太子殿下又不是瞎了 他不禁竖起耳朵偷听 这时传来太子殿下 轻柔的声音 吉祥自小服侍姑 性子未免张狂了些 你担待着些 听得太子爷这话 张吉祥一脸的便秘 秦昭不就是一个下唐妇吗 为什么要那个下唐妇来担待 不对 总不成太子爷 是准许这位下唐妇 住进东宫吧 想到这种可能性 张吉祥傻眼呢 秦昭也听出了 这话有猫腻 他兴奋地瞪大眼 太子殿下的意思是 名女可以进东宫赞住吗 肖策一时语色 他不是这个意思 但在看到秦昭眼中 毫不掩饰的欢喜之意时 他不忍看他失落的样子 便正色道 你身子不好 进东宫养养身体 倒是可以 但是宫中规矩多 你切不可四处走动 闯出祸端 明女晓得了 秦昭激动之下 抱紧了肖策的手臂 眉开眼笑 肖策的视线定格在秦昭的手上 秦昭寻着他的视线 看到自己不规矩的手 他立刻缩了回来 他规规矩矩地拱手作一 太子殿下宽厚仁慈 能认识太子殿下 实乃民女三生有幸 总归给肖策灌一壶糜汤就对了 张吉祥在外面 听到里面二人的对话 最后他还是硬着头皮 进入了室内 对肖策道 太子殿下 若带他进宫 执恐不妥呀 他可是赵大人的前妻 他不敢看肖策的双眼 但这是事实 太子殿下在民间声望很高 若是旁的美人还好 但这位是赵玉的下唐妻 赵家又是朝中有地位的大家族 真要把秦昭带进东宫 不只会引人非议 还会让赵家人不快 换作以前 太子殿下绝不会做出这种失智的事 但这一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迹象 我是赵玉的前妻怎么了 难道就因为我下了堂 就该受到歧视吗 这位公公 还是多向太子殿下学着些吧 太子殿下宅心仁厚 公公却小人之心 你这样的思想觉悟不行 是在拖太子殿下的后腿 秦昭说着 看向肖策的 太子殿下 您说是不是 肖策觉得 秦昭这话在逻辑上 没什么问题 反正太子殿下 尽口欲言 说过的话不能不作数 既然答应了让民女进东宫攒住 民女就当了真的 秦昭说话间 靠近了肖策一些 张吉祥看到秦昭这个小动作 眉头微皱 太子殿下这么优秀 秦氏会打太子殿下的歪主意 一点也不奇怪 偏生太子殿下 还准许秦氏靠近 这让他觉得 有些匪夷所思 肖策转眸看向 站在自己身边的秦昭 却正对上他的阴影美目 他的这双眼睛 和他那晚做梦时 梦见的一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甜宠剧 和离后 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 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十五集 见肖策看自己 秦昭露出了一朵乖巧的笑容 肖策见他乖巧听话的样子 身心都蕴贴 他吩咐张吉祥 你帮秦昭收拾一下行李 姑待会儿便回宫 莫了他还问秦昭 你身子不好 要不要在赵家休养两天再进宫 明女要跟太子殿下一起进宫 秦昭毫不犹豫地回答 张吉祥一听这话 心凉得半截 所以说太子殿下真决定 要把这个污秽的下唐妇 带进皇宫 皇上和淑妃娘娘若是知道了 恐怕也会受到不小的惊吓 太子殿下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次带女人进东宫 却是带了这么一个 不住流的东西 张吉祥恨不能 嚼碎秦昭那张善孝的脸 在一旁竖起耳朵偷听的宝珠和宝玉 在听到萧策下达的命令后 同时松了一口气 只是东宫那种地方同样吃人 他们就怕主子进了东宫之后 一样会受苦遭罪 眼下走到这一步 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这时赵玉带了马脸婆子进来 马脸婆子一看到萧策 便被萧策身上的气场惊了一跳 他腿一软跪倒在地 殿下 就是这个狗奴才 假传了我的命令 带走了秦氏 赵玉为了给萧策一个交代 亲自把马脸婆子带了进来 萧策淡扫一眼颤颤巍巍的婆子 你受何人指使 马脸婆子想起老夫人的叮嘱 趴跪在地恭敬回话 名副听闻大奶奶下了堂 又听闻大奶奶居住的别院 有不少前隐 便起了黑心 名副知错了 求太子殿下宽恕 赵家的家奴若如此不知天高地厚 可知赵家的家风也一般 秦昭讽刺勾纯 太子殿下 不若将人拉下去施予重刑 这样他就会说实话了 这件事是吴夕宇在背后指使 但吴夕宇有欺事成妖 赵家和吴贵妃都指望吴夕宇 能进东宫当太子妃 肯定会找个人来背锅 而马脸婆子便是替死鬼 把人拖下去 账毙 肖策接下来的这个命令 让所有人都惊愕 即便是深知肖策匹心的秦昭 也因为肖策的这句话傻眼 他知道肖策并非善茬 为君者也不可能太善良 但是为了他这么一个人 生生地将赵府的家奴打死 他还是觉得匪夷所思 而且肖策也不愿意深查下去吧 毕竟赵家在朝堂上 有一定的地位 这也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马脸婆子脸色变了 老夫人只说让他担下此事 还说会给他好处 却不曾说会丢了性命呀 太子殿下 名副知错了 求太子殿下饶名副一命 马脸婆子又惊又怕 他抬眼间正对上肖策冰冷的眼神 他所有声音顿消无踪 太子殿下不是在说笑 而是真的要他的命 不是名副 这时七世赶了过来 对王嬷嬷使了个眼色 王嬷嬷会议 上前就捂住了马脸婆子的嘴 把人拖下去 别污了太子殿下的眼 七世冷声道 可怜的马脸婆子 在王嬷嬷的手上奋力挣扎 却怎么也摆脱不了王嬷嬷 最后被拖了下去 被乱棍活生生地打死 马脸婆子被拖下去后 七世正色道 是臣妇玉下不言 让太子殿下见笑了 如果这能让太子殿下息怒 区区一个婆子的性命 算得了什么 他只是没想到 太子殿下居然会为秦昭大动干戈 姑还有事 要即可回宫 萧策不欲多留 他扫一眼处在身边的秦昭 跟上 秦昭立刻应道 是 殿下 七世健壮心里打了个秃 太子殿下这是 总不成是要带秦昭出赵府吧 太子殿下就不怕人言可畏吗 秦昭孤带走了 萧策应了一句 脚步却未停 转瞬便已走远 七世和赵玉面面相去 一时还没弄明白 萧策这话是何意 总不成 是要把秦昭带进东宫 无锡语因为心虚 一直等在外面 不敢露脸 乍听到萧策这话 他终于缓过神来 不顾一切地 冲到萧策的跟前问道 太子殿下是何意 千万不能让秦昭进东宫 不然他有理由怀疑 这个秦昭就是输入那位 给萧策生皇子的妃嫔 他的心提在了半空 静等萧策的答案 萧策却为证实他 回头看向走路缓慢的秦昭 他刚流了那么多血 走不快很正常 吉祥 让马车过来 萧策这个命令一下 张吉祥就知道 这是为了秦昭 他气闷得不行 偏又不能违背太子爷的命令 只好命人把马车赶到秦昭的跟前 秦昭也不客气 毕竟他这身子太弱了 而且此前还流了那么多的血 傻子才会放着马车不坐而去走路呢 在众人行的注目里下 他慢腾腾地上了马车 他还没坐稳当 突然马车的帘子被拉开 萧策也上了马车 秦昭不知道 自己该用什么表情才好 只能说 萧策不愧是将来的君王 为人布局小节 原本想上马车的宝珠和宝玉 见萧策这位太子爷上了马车 他们两人几乎在同时止步 吴熙宇的脸色苍白如指 他为了让秦昭见不到萧策 故意命人把秦昭关了起来 结果却刚好相反 秦昭这是要跟萧策进空吗 想到秦昭很可能 就是那位给萧策生皇子的女人 他情绪失了空 不可以 有人用力抓了下他的手腕 是七世 七世对他摇头 示意他不能在太子殿下的跟前失态 就算今儿个秦昭 有幸进入东宫 那又能说明什么 秦昭身份低微 还是赵家不要的下唐妇 太子殿下还能看得上 这位其貌不扬的下唐妇吗 吴熙宇握紧了双拳 他知道其实是对的 哪怕他再不甘心 也不能在这个时候乱得方寸 一个卑贱的下唐妇罢了 拿什么和他逗 他才是民门贵女 背后有那么多支持他的权贵 而且他容貌绝色 光这两点 秦昭这辈子都不可能追得上他 就在七世和吴熙宇 各怀心事的当会 秦昭这时掀开了车帘 对赵玉道 有劳大公子 把我的嫁妆还给我 送进东宫即可 赵玉心情很复杂 但他不能当着萧策的面 拒绝秦昭的这个要求 他不要的女人 跟着太子殿下进东宫 那像什么样子 太子殿下 怎么会做这样的糊涂事 他心里头百感焦急 却未表现在脸上 我会尽快把你的嫁妆还给你 有劳大公子 秦昭当下放了心 他放下车帘 回头就见萧策看着他 他实话实说 不瞒殿下说 民女怕他们私托民女的嫁妆 不过有太子殿下在 赵家人不敢扬奉英威 这就是有靠山的好处 难怪世人都想要富贵和权势 你伤重未愈 先歇一会儿 钱财乃身外之物 没有身子重要 萧策说着 坐在一旁闭目养神 秦昭却觉得钱财很重要 没钱寸步难行 萧策这个不缺钱的太子爷 当然不知道金钱的可爱和可贵 他摸摸额头上的伤 看向萧策棱角分明的侧眼 轻声道 名女可能是上辈子 跟太子殿下结下了善缘 才能在关键的时刻 得到太子殿下的照顾 晴昭 谢谢太子殿下施予援手 前世她就是太贪心了 孰院爬上了肖册的龙榻 那时候不知足 后来呢 她顺利怀上了小皇子 虽然经历大出血 才把孩子生下来 但起码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孩子吧 再后来 她又妄想得到萧策的心 或者是想要的太多 最后老天爷 才早早地把萧策收走了 这辈子 她再也不贪恋那些 虚妄的男女情爱了 萧策没接话 秦昭也识趣地闭了嘴 她靠在马车上 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田宠剧 何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闻丫头 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十六集 这一睡 她就像是死了一般 直到晚上才醒来 她醒来的一瞬间 就见宝玉坐在塌前 姑娘醒了 宝玉立刻凑到 秦昭的跟前 满眼关切 天色这么黑了呀 秦昭晃晃昏沉的头 我睡死了 到了皇宫 你们怎么也不叫我 对了 她是怎么下马车的 为什么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宝玉本来还在担心秦昭的身子 一听秦昭的问题 表情有些古怪 怎么了 秦昭口干舌燥 她自动自觉地倒了一杯水 一饮而尽 当她喝完水回头看 发现宝玉还是那个古怪表情 还是宝珠为秦昭解惑 是太子殿下抱姑娘进东宫的 很多人都看见了 相信此时 也有不少人在好奇 姑娘的来历 据说长丘宫的淑妃娘娘 还特意派人打听 也被太子殿下打发了 秦昭听的这话 只是笑笑 哦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就是 看到宝玉和宝珠两人古怪的眼神 她倾咳一声道 嗯 所以我说太子殿下很好 我在这样的困境之下 能遇到太子殿下 是我半生修来的福分 这是在萧策的地盘 反正说萧策的好话就对了 至于萧策会抱她进东宫 其实不难理解 无非是看她病得太重了 萧策又没把她当成女人看待 所以就把她这个病人给抱了进来 又什么大惊小怪的 真不知道说姑娘什么才好 这里毕竟是东宫 东宫的美人可不少 今儿可就有好几个美人 想要来看看姑娘 都被太子殿下给挡下来了 宝玉忧心忡忡 可瞧着自家姑娘这个傻样 似乎还觉得被太子殿下当众 报警东宫 只是件很寻常的事 这心也未免太宽了一些 我有什么好看的 秦昭小声嘀咕 如果她前世和今生 穿的就是同一本书 说起来她还真不怕萧策的后宫 那些人对她而言 就跟同事没什么两样 虽然少不了勾心斗角 但前世她才是最终赢家 她不止生下皇子 最后还在萧策去世后 容身为太后 所以说 那些女人都不过是她的手下败将 她丝毫不拒 不过今世不同往事 前世她有所求 而且所求的更是永远得不到的 才会过得不快乐 神死如灯灭 她也是在萧策去世之后 才想明白了 强扭得刮不甜 这一世重来 她并没有想过在东宫安家 等到她把身子养好了 去除了病根 过了今年六月 没有性命之忧 她就会离开东宫 目前来说 她在这儿好吃好住好睡 天塌下来 还有萧策这个高个子挡着 不说这些了 姑娘饿了吧 先用膳 宝珠觉得 心大也不是什么坏事 人如果有欲望 才会瞻前顾后 但见姑娘这没心没肺的样子 就知道姑娘对太子殿下 并没有非分之想 以太子殿下那样的人中龙凤 自然也不会对姑娘 有什么想法 这样一来 事情不就简单明了了吗 秦昭此后 把注意力集中在用膳上 不知是不是换了环境 她觉得东宫的膳食 特别合她的口味 用膳之后 她乖乖地喝了药 她也识趣地 没有到处乱跑 到床继续睡 过着猪一样的幸福生活 肖册忙到子时 她本来想睡下 她想起住在望月居的情招 她脚步一转 往望月居而去 望月居就在主殿的旁边 离她的主殿非常近 宝玉守在外面打盹 见肖册来了 忙想请安 肖册了她的礼 随后进入了寝室 宝玉看着太子爷捞起帐帘 这一幕让她有点懵圈 到底是太子殿下 不懂人情事故 还是真的没把姑娘 当成女人 难道她不知道 进入姑娘的请居 应该避嫌吗 这样下去 姑娘往后想改嫁都难了 一想到自家姑娘 曾经做过爬太子殿下床榻这件事 宝玉突然间平静了 是的 太子殿下和姑娘之间 早已不清不白 还是姑娘自愿的 太子殿下也没必要避嫌 如此这般说服了自己 宝玉却高兴不起来 肖册仔细看了看 秦昭泛着清白的脸 这张脸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毫无美感可言 再加上她气息浅弱 好像随时都会命丧黄泉 她下意识地探想她的鼻息 感受到她温热的呼吸 一颗心定了定 她也不知为何 总觉得她很可怜 说是离了她 她只恐是活不下去的吧 张吉祥也等在外面 不时瞪一眼宝玉 宝玉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了张吉祥 这是太子殿下跟前的红人 她有怨气也不敢表现出来 张吉祥等了约一刻钟 才见太子殿下缓步地出了请殿 秦昭她可有喝药啊 肖册走到宝玉的跟前问的 宝玉忙不迭地站好 毕恭毕敬地回答 回殿下 姑娘喝了药才歇下的 你们要随时照看好的 每日定时定点喝药 不可以懈怠 若遇到事情 可以去主殿和义政厅找姑 若是姑不在 你们可以找吉祥 肖册下了一道命令 奴婢晓得了 恭送太子殿下 宝玉恭敬应答 肖册这才离开望月居 她这一走 宝玉才敢大理呼吸 太子殿下的气场太强了 也不知姑娘是不是吃了豹子胆 居然敢和太子殿下 有说有笑 随着肖册入眠 整个东宫似乎变得很安静 但今晚的东宫 注定有人难以入眠 这其中 以平日最受宠的 何良帝为罪 何良帝背靠赵国公府 他不只是何昭仪的侄女 祖父赵国公也是战功赫赫 乃两朝元老 何昭仪进宫才三年 但年轻貌美 再者温柔小意 赎金是圣券最宠的时候 在皇上的跟前 也能够说得上话 何良帝原是想成为太子妃 奈何太子殿下还不想娶妻 而她的年纪也日益大了 没法子之下 才屈居良帝之位 良帝虽然也是妾 但将来等太子殿下登基 她就有可能成为贵妃 若是太子殿下不娶太子妃 那她将来成为皇后的可能性 也是极大的 总之是先占了良帝的名额 再做更长远的打算 当然也是因为 她对太子殿下一见钟情 不然以她这样的尊贵身份 又怎可能约尊当良帝呢 原本在所有东宫的美人当中 太子殿下在她的望春阁 走得最为勤快 只是平日里 太子殿下忙于政务 又不喜儿女情长 平日再怎么在望春阁走动 也不曾招她示警 她也不曾有和太子殿下亲近的机会 朝夷姑姑在催她 让她抓紧十件事情 就连赵国公府也是时常给她压力 让她把握时机生下皇孙 她的计划是在这两月 能够促成事情一事 谁知道今儿个 太子殿下出宫一趟回来 竟然带来一个不知名的女人 还亲自抱那个女人进东宫 更甚至 还把离主殿最近的望月居 赐给了那个女人 这叫她怎能睡得着 正在和良帝坐礼南安的时候 她身边侍奉的工人乡巧 快步入内 怎么样了 一见到乡巧 和良帝便迎上前来问道 太子殿下出了一阵厅后 还特意去了一趟望月居 停留了近两刻中 方才回主殿 香巧如实回答 只是奴婢也没瞧见 那会长什么模样 但见殿下临睡前 还特意去了一趟望月居 可知那位是特别的存在 良帝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和良帝的心里不是滋味 太子殿下那样的人 才不可能轻易地 对哪个女人好 只恐是我们有什么误解 等我见到今天那个人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了 望东阁那边可有动静 奴婢回来的时候 望东阁灯还亮着呢 想来今晚 内卫也要睡不着了 香巧幸灾乐祸的道 望东阁里住着左良园 凭借比和良帝低 但那位的心气可不低 平日里卯足劲的 想跟和良帝一争高下 但望东阁的恩宠 是东宫独一份的 良帝的出身 也比左良园高 左良园不过就是 有一张好皮像 除此之外 罚臣可恕 突然间望月居 来了一位神秘骄客 左良园还不得气死 再说望东阁 红线是左良园身边 最被信任的工人 他也特意去打听了 消息回来 回到左良园的 跟前复密 奴婢还遇见了香巧 也是去打听消息的 今儿个望月居 有了主人 和良帝今晚 恐是睡不着了 想到和良帝 终于有了劲敌 左良园的心头 有些痛快 但转念一想 太子殿下若有了新欢 他跟和良帝 都占不到便宜 无论是望东阁 还是望春阁 或者是东宫 其他别院里住着的美人 这晚都没怎么睡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田宠剧 何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十七集 反观望月居中的晴昭 一觉睡得香甜 直到日上三干了才起身 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他觉得身子相较于以往 变得轻快了些 看着努力进食的晴昭 宝玉和宝珠都很欣慰 就在这时 有一个工人匆匆入内禀报 秦姑娘 何良帝跟左良元来拜访您了 秦昭正吃得津津有味 他一听是何良帝跟左良元 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就说我在用枣时 让他们且等一等 何良帝后来成为了德妃 左良元也成为了柔妃 他那又如何 最后仍然是他的手下败将 毕竟他是唯一一个给肖策生下皇子的妃平 当然 那都是前世的事 到了这一世 他没想过再跟肖策的后宫斗法 他养好身子就会离开皇宫这个是非之地 是 姑娘 宫女暗暗炸舌 一个姑娘家没名没分地进了东宫 居然敢让何良帝跟左良元这样的人物等 这位秦姑娘也太会白谱了 她去到何良帝的跟前如实饼了 何良帝听完后面色不愉 秦姑娘让我们等她 传话的宫女硬着头皮道 秦姑娘正在用枣食 哼 可真是好大的架子 这位秦姑娘仗着由殿下撑腰 现在是不把姐姐放在眼里了 左良元趁机挑拨离间 何良帝淡扫她一眼 并没有作答 她找了个位置坐下 她倒要看看 秦师到底要让她等多久 那箱秦招用完早时后 也不急于初听见客 她特意挑了一件老旧又偏大的衣裙换上 化妆时特意让自己的脸色看起来更差一些 宝玉在一旁看得纳闷 姑娘为何要这般 本来就脸色差 却非要弄成病入膏肝的样子 秦招转眸一笑 当然是让客厅等的那两位知道我很普通 我越寒碳 他们就越觉得我不是他们的威胁 宝玉不进玩耳 觉得自家姑娘想得长远 约摸两刻钟后 秦招才在宝玉的搀扶下来到正厅 再看清秦招穿着一件老旧的衣裙 脸色清白时 何良弟跟左良缘几乎在同时松了一口气 秦师因为穿的衣服偏大 显得个子更加哀笑 再加上脸色极颤 瘦骨鳞熏 整个人看着没有一点生气 他们还以为是怎样的天资国色 才把太子殿下迷得神魂颠倒 怎知竟是这样的平平无奇 太子殿下又不是瞎了 会看上个头这么小 滋容这般平庸的女子 乍一看秦师 还以为他偷穿了大人的衣服 让人觉得可笑 秦招多走了几步路 有些喘 但缓过气来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啊 让两位贵人久等了 民女身子弱 不知早时很容易晕倒 所以才耽搁了一段时间 不妨是 何良弟哪还记得 自己等了两刻钟的怨气 他眼下心情还不错 合颜悦色地道 秦姑娘身子要紧 就不知这一位为何能进东宫 他横看树看 也看不出此书有何特殊之处 为了太子殿下的救命之恩 民女也得养好身子 不然太子殿下 就白白救了民女一命 说起来 若不是在赵府时 有幸遇见了太子殿下 这世间 早就没有民女这个人了 秦招说着 还轻渴了两声 民女能进宫 也是因为太子殿下宅心仁厚 才让民女在东宫养病 给这两位透露一点她身份的信息 查下去也就知道她对他们够不成什么危险 姑娘还没喝药呢 先把药喝了吧 这时 宝珠端了药进来 本来早上有一碗药要喝 但因为姑娘起身晚 拖到现在 这碗药也耽搁不得 秦招也知道 这是为了自己的身子好 她接过药碗 三两口的就把药给喝完了 看到她喝药时 粗俗不堪的样子 何良帝跟左良园就更加的放心了 待离开望月居 何良帝跟左良园都在第一时间去查 赵府有什么样的姑娘性情 他们一开始没查赵太夫家 只因为赵太夫家没有性情的姑娘 后来还是香巧想起了太子殿下 左儿个去的正是赵太夫府上 所以秦招很可能就是赵太夫府上的女眷 香巧仔细查过之后 表情古怪的到了何良帝的根下 何良帝见她这个表情 皱紧了眉头 怎么了 奴婉宾查到赵太夫人的府上 不敢拿这件事说笑 若无意外 秦姑娘便是赵大公子的下堂妻了 听闻就是前天被赵大公子修了 可能是太子殿下见她可怜 并让她进宫养病 香草梅说的是 明明是下堂妻 还让人称之为姑娘 才会引起这么大的误会 这说明秦氏没有说谎 他确实是进宫来养病 可是太子殿下那样风光济月的人 怎么就做了这样的糊涂事呢 不知道的人 还会以为殿下 对秦氏有什么想法 何良帝心定了定 所幸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太子殿下乃是大吉最优秀的男子 身份如此尊贵 怎么可能放着像良帝这样的美人不要 善儿对秦姑娘那样的 香草说着便笑了 良帝现在可以放心了吧 何良帝眸光微闪 汗手道 到底是我多想了 确定秦昭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 他倒是可以忍一忍 东宫来了这么一位不速之客 就在这天下午 后宫就有消息传出 东宫新来的娇客 其实是刑部侍郎赵玉 修气的夏堂妇 而且这位夏堂妇不守妇导 死赖着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宽厚人善 才把这位夏堂妇带进东宫养病 作为当时女主角 秦昭听的这个消息后 倒也不怒 也不知是什么人 在故意毁坏姑娘的声乐 又说姑娘善动 又说姑娘心机重 还说姑娘不守妇的 疾心可助 宝玉收到消息后 跟秦昭说了此事 秦昭见宝玉气得小脸通红 不进婉耳 你叫什么侄儿 再说人家说的也没错 我确实是夏堂了 心机也是有的 若自己心爱的男人 被其他的女人抢走 我也会嫉妒 至于不守妇导 我还真没遇上一个 让我挖空心思来勾搭的人 若有一天遇到一个 非他不可的人 我觉得 就算不守妇道也正常 宝珠见秦昭如此淡定 心下宽慰 姑娘看得开就好 不过是流言肥语 我又不贪图 太子殿下这个人 也没想要做 太子殿下的女人 怕什么名声不好 秦昭镜子翻着画本书页 依然自得的样子 好吧 是奴婢太大惊小怪的 那一姑娘看 会是哪个小人 在背后说姑娘的坏话 宝玉上前 把药膳递给了秦昭 希望她能够 时时喝上两口 哼 还能有谁 不就是那位急于 嫁进东宫的吴姑娘吗 秦昭仙纯浅笑 表姑娘 宝玉一愣 又觉得吴熙宇的嫌疑 确实大 秦昭喝了一口药膳 就把汤碗推开 有点色 不好喝 她抬头看一眼宝玉 又道 我倒是感激吴熙宇 在背后帮我散播流言 这样一来 所有轻木太子殿下的女人 都知道我对她们 构不承认和威胁 她们也就没必要挖空 心思地对付我 我进宫是来养病 可不是来送人头的 宝玉默了默 觉得姑娘这话 非常有道理 难怪姑娘一点也不生气 吴熙宇这么做 反倒给姑娘解除了不少潜在的危机吧 宝珠则把汤碗递到秦昭的唇边 姑娘喝完它吧 良药苦口 这药善比药的味道好些 秦昭见宝珠一本正经说教的样子 她乖乖地接过汤碗 一饮而尽 望月居内和乐融融 并没有因为这些流言蜚语 而受到任何影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田宠剧 和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 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十八集 划分两头 长秋宫 书妃嘴个就知道 萧策带进来一位美人 她正想着 要怎么不露痕迹地 去打听这位美人的来历 接着就听说 秦昭的光辉过往 外面的传言 都是真的 书妃难掩失望 燕云想起外面 愈演愈烈的流言蜚语 应道 多半是真的 奴婢特意打听过 祖儿个太子殿下 是从赵府出来后进了宫 跟着东宫就多了 这位秦氏 如果是从赵府 带出来的女子 又姓秦 那多半就是 刑部侍郎赵大人的 下堂妻了 奴婢听说过 这位秦氏 善度易怒 嫁入赵府两年无所出 犯了七出之条 才被休憩的 不过奴婢也听说过 秦氏身子不好 或许正因为如此 太子殿下才抱着秦氏 进得东宫吧 于是所有人都误会了 以为秦氏是太子殿下 相中的美人 本宫原先打算 瞅个机会 见见秦氏 说是这般 不欠也罢 淑妃轻叹一声 唉 阿策已年满十九 像他这个年纪的男子 哪个不是成家立士 偏生他自己 一点也不及 为这事 他没少找阿策谈心 娘娘担心这些 亦无用 不是都说 儿孙自有儿孙福吗 太子殿下龙张奉姿 还愁没有好姻缘 念云安抚道 淑妃低声感叹 两年前就是这么说的 两年后 你还是用这话 来安抚本宫 念云不禁笑了 只好转移 这个沉重的话题 淑妃却揪着 这个话题不放 不行 本宫得为阿策 谋划谋划金事才行 只有成了金 尽快地生下皇孙 皇上那边 才可以交代过去 娘娘打算 给太子殿下相看 念云瞬间明白 淑妃的意思 可以举办一个 小小的花卉 届时全京都的贵女 都邀请到场 那日一定要让阿策 也抽个空过来看看 说有阿策相中的贵女 便把婚事给办了 淑妃越说越觉得 这个法子不错 念云也觉得 这个方法行得通 她很快想到一个人 略有惆怅 奴婢听闻 太子殿下心悦 吴贵妃的侄女 要不要 把那位也邀请上 本宫跟吴贵妃不对付 她倒好 却打阿策的主意 淑妃说几次 不禁摇头 那也是淑妃娘娘 福泽深厚 娘娘这么多年 圣宠不断 太子殿下又那么争气 贵妃娘娘手段 再厉害又如何 最后还不是得 巴结着娘娘 只要娘娘不乐意 吴昔雨便不能 嫁进东宫 念云说到这儿 不免有些得意 吴贵妃嚣张 跋扈了半辈子 却因为生不出皇子 才把希望寄托 在自己的侄女身上 以前吴贵妃 没少给 淑妃娘娘气手 现在却得看 淑妃娘娘的 脸色行事 怎么想都觉得痛快 淑妃听到念云这话 某中闪过了 一点笑意 你呀 本宫都不知 该说你什么才好 本宫不计较 那些个人恩怨 如今本宫就希望 阿策能够好好的 尽早地为皇室 开枝散叶 说阿策真心喜欢 吴姑娘 那就把吴姑娘 也列入邀请名单 娘娘不再考虑一下吗 说是太子殿下 真的相中了吴姑娘 吴姑娘又生下皇子 想到这种可能性 念云整个人都不好了 淑妃娘娘 凡是以太子殿下为重 但邀请吴希宇进宫相看 这事儿 她觉得不妥 真要让吴希宇 嫁进东宫 往后吴贵妃 又要嚣张了 只要阿策喜欢就好 本宫喜不喜欢 又有何用 淑妃摆摆手 心意已决 你去办妥这件事 该请的一个不辣 一定要尽快为阿策 定下一门亲事 是 娘娘 念云不好再劝 应声去办此事 舒妃即将在御花园 举办花卉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后宫 很快 这个消息 传遍了整个京都 身在赵府的吴希宇 正想着要不要进宫 以探望贵妃姑母为名 想办法接近萧策 恰在这时 她收到舒妃举办 花卉的消息 整个京都的上流圈子 都已知晓这件事 舒妃娘娘身居高位以来 从来没有亲自主持过花卉 竟然以舒妃娘娘的名义 举办花卉 并且邀请的 还是京都所有民门闺秀 这是为什么 大家都能猜到一二 无非是想为太子殿下 定下太子妃的人选 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大家都某足了劲 要在花卉上一鸣惊人 吴希宇一直以自己 是将来的太子妃自居 她在梦中看到的那本书 也说明了 她会成为萧策的王妃 只要她远离赵狱 这件事便会成为定局 但舒妃娘娘寄讳贵妃姑母 她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够进宫 去找贵妃姑母 以免让舒妃娘娘不快 当下她要好好地待在赵府 避开赵狱 好参加接下来举办的花卉才行 无论如何 花卉当时她都要在所有美人中脱颖而出 她记得在书中 自己就是在那场花卉中被萧策相中 进而成为太子妃的 只不过 书中的她并不知 那是为萧策举办的相看花卉 就在那场花卉中 她容貌财情双绝 在所有的贵女当中脱颖而出 但她之所以会被萧策倾点相中 是因为她和萧策在广于花园中相遇 随后就出现了不少人 大家都以为她和萧策两情相悦 在此私会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萧策为了保全她的名声 倾点她为太子妃 所以 她只需按照原著剧情走 就能够顺顺当当地成为太子妃 正在她打着如意算盘的当会 洛霞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男女有别 大公子不能进去 只是很可惜 洛霞根本挡不住赵玉 无锡雨这两天 一直在避开赵玉 但这里始终是赵府 她无论如何 都是避不开的 姑娘 奴婢拦不住大公子 洛霞一脸羞愧 无锡雨心里无奈 却也没法子 无妨 去给表哥七杯茶吧 洛霞只好去到茶水间 却又担心姑娘 会在表公子的手上吃亏 表哥坐吧 刚好有一些话 我想和表哥说清楚 无锡雨见避不开 决定迎面赶上 说真心的 她以前一直以为 自己非玉表哥不可 但是经历了那场大梦之后 她突然间笃定 当太子妃才是自己的最终归宿 她忘不了最后 她那一生郁郁而终 她忘不了肖策 更忘不了 自己跟肖策在一起后的 悲惨人生 赵玉的掌控欲太强 她跟赵玉在一起 肯定会和书中 一样的凄惨结局 她要改变自己的结局 她的命定之人是肖策 绝不是赵玉 你是想告诉我 你想进东宫 嫁给太子殿下吗 你已经收到 淑妃即将举办 花卉的消息了吧 或许你想在那场花卉上 被太子殿下相中 亲定为太子妃 赵玉讽刺勾纯 一眼看穿吴熙宇的心思 吴熙宇这个人 心思很简单 她的那些想法 就差写在脸上 以前她觉得她单纯 现在她发现 原来她也是个 爱慕虚荣的女子 她不知是失望多一点 还是愤怒多一点 这时候她觉得 事快的情招 都比吴熙宇更可人一些 吴熙宇淡然起唇 不瞒表哥说 我确实心愿太子殿下 外祖母希望我嫁进东宫 贵妃姑母也盼着我 能为她争一口气 我若能嫁进东宫 成为太子妃 所有人都会欢喜 赵玉心头苦涩 那我呢 你有想过 我会开心吗 我终于如愿休妻 你却想嫁给其他男子 你可有想过我的感受啊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心悦之人明明是我 以前是我弄错了 后来我才发现 那不是男女之情 表哥 为了我好 你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了 行吗 就当我求求你了 吴夕宇放低姿态 楚楚可怜的道 他就怕玉表哥想不开 总是来缠着他 这样的事 若传进太子殿下 或是皇上耳中 他又怎么能有机会 成为太子妃呢 如果注定有人难过 他希望是赵玉 只求赵玉 别挡着他当太子妃的路 赵玉看着吴夕宇 觉得眼前的女子很陌生 她还是以前一样娇艳欲低 看着温顺可人 但说出口的话 却自自诛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甜宠剧 和离后 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 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十九集 所以你是让我别当你太子妃的路 是吧 赵玉起身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竟然是屈颜覆势的女子 哈哈哈哈 雨吧 她失魂落魄地走远 吴夕宇看着赵玉远走的背影 觉得她有点可怜 但一想起自己真正的目标是萧策 她便狠了心 绝不能再和赵玉 有任何的纠缠 她要一心一意地 往萧策走去 成为萧策的太子妃 她记得书中说过 赵玉虽然很在乎她 依然有通房 每次跟她怂气 她就会在通房那边素下 有一次 还让她的通房 怀上了孩子 甚至还有一个通房 对她下了绝育药 她那一生是没有子嗣的 萧策就不一样了 她虽然没有跟她远房 但在她当太子妃期间 她也没有碰其他的女人 这一点 萧策比赵玉强多了 如此这般一做对比 吴夕宇更加坚定 自己要嫁给萧策的决心 更想改变 自己在书中的悲惨结局 吴夕宇这边 在算计要怎么样疏远赵玉 顺顺当当地成为太子妃 住在望远居的秦昭 也听到淑妃 要举办花卉相亲的消息 宝玉是个包打听 她把消息告诉秦昭 兴奋地说道 听说全京城的美人都会参加 奴婢若能现场 看到那么多的美人就好了 这又何难 到时候我带你去远远围观 秦昭硬得爽快 哼 算了吧 姑娘只是一介平民老百姓 这可是皇宫 淑妃娘娘举办花会 哪是咱们这些人能参加的 宝玉轻哼 姑娘就知道哄奴婢开心 秦昭默默点头 宝玉这话说到点子上 这又不是前世 她那时候是太后 想要去哪里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如今她就是一个 没身份 没地位的老百姓 要是不小心 得罪了宫里的哪个大人物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姑娘放心吧 奴婢就是随便说说 那些名门闺秀再美 也与奴婢无关 奴婢才不想看呢 宝玉急忙再补充一句 她见秦昭不说话 以为秦昭生气了 她又道 都怪奴婢不会说话 姑娘莫跟奴婢一般计较 秦昭抬头看她一眼 我在想事情 没空跟你计较 如果这次花会 是帮太子殿下选太子妃 那吴夕宇会不会也去参加 小说她虽然没有看完 但她看到 她这个炮灰死的那个情节 这个花会 她印象很深 正是此次花会 吴夕宇被萧策 轻点为太子妃 虽然第一个最重要的情节 被她给破了 但是吴夕宇 如果在花会上 跟萧策勾搭上 那书中的情节 还是会朝着吴夕宇 成为太子妃而去 她在六月也可能会死 这可是要她命的大事 她不得不仔细琢磨 据说全京都的 名门闺秀都会参加 表姑娘背靠 赵府和吴贵妃 会参加一点也不奇怪 姑娘突然问这是做事 宝珠立刻察觉到 不寻常的气息 秦昭露出了 意味深长的笑容 她浅笑勾唇 吴夕宇在赵府 把我关起来的这个仇 我还没报呢 她想做太子妃 你们说 我该不该出一份烈 让她永远也当不了太子妃 同时也是为保自己的性命而努力 宝玉和宝珠面面相聚 两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有仇报仇 按理说起来 这事无可非议 但吴夕宇是赵太府的外孙女 又是吴贵妃的亲侄女 吴夕宇当太子妃的美梦 如若被姑娘给破了 还不得同时树立两个强大的敌人 哼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 难道我为自己报仇 还不应该了 秦昭剑梁宝的表情古怪 轻声吃笑 宝珠沉默片刻才到 姑娘想做什么 就去做吧 只要姑娘开心就好 宝玉也在一旁附和 是呀是呀 大不了奴婢陪着姑娘一块儿死 秦昭看到他们两个盲从的样子 感慨自己命好的同时 也联系他们两个 放心吧 我会好好的 你们也会好好的 我只信自己不幸命 路是自己闯出来的 绝路也能叫我 闯出一条生机大道 秦昭露出一朵浅浅的笑容 像是盛开的花 艳丽而夺目 宝玉看呆了眼 以前她只觉得 姑娘的滋容一般 可不知为何 这一笑 就让人有惊艳之感 也是呀 姑娘只是没发育 气色差 个子矮小而已 看起来才像个孩子似的 等到剧除了病根 发育了 姑娘一定是位绝色美人 本来姑娘的五官 就生得不错 姑娘的生母 也是个大美人 若不是夫人早逝 姑娘也不至于 被人在秦府遭了毒手 难怪当时继夫人 那么干脆地把姑娘 嫁进了赵府这样的高门 原来是因为 不希望姑娘死在秦家 引起非议 晚膳时分 秦昭像往常那样进食 随后喝药 也不知是药太难喝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药材喝下 她就觉得恶心反胃 胸内翻将刀害 她难受得站不稳当 急忙扶着床檐坐下 她本来以为 忍一忍就好了 便上榻休息 也许睡着了 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谁知一刻钟过后 恶心感越来越强烈 她最终还是没忍住 趴在床檐吐了出来 宝珠和宝玉 正在外面收拾 听到里面的动静 同时跑了进来 在看到秦昭痛苦的样子时 宝玉更是当机立断 跑出去找太医 只是他们才搬进来东宫 人生地不熟 外面的小宫女也不在 她一时之间 不知该如何是好 最后她想起 太子殿下说过 若有事可以去找她 她果断地折回室内 只见姑娘还在吐 皱紧了眉头 脸色苍白如雪 没有一点泄色 她心疼得紧 不敢再耽搁 拿上农玉便跑到了望月居 去主殿找太子殿下 侍卫并不认识宝玉 一见到宝玉便递刀 拦下了宝玉的去路 什么人 宝玉亮出萧策的浓郁 说道 我有急事找太子殿下 或许找张公公也可以 宝玉一眼认出 这是太子殿下的龙玉 立刻肃容道 太子殿下在望春阁用膳 你去那边找找 谢谢宝玉大哥 宝玉说完 急匆匆地去往望春阁 望春阁外守着的小太监 见到宝玉 第一时间拦住她 宝玉再亮出龙玉 我找太子殿下 有急事 小太监哪里还敢男人 第一时间便进去通病 她心里直犯嘀咕 怎么偏就在太子殿下 来望春阁用碗膳的时候 找太子殿下呢 这事她怎么觉得不妥呢 会不会是那个宫女故意的 偏偏宫女的手上有龙玉 见玉有如见太子殿下清零 她也不敢隐瞒不报 便入内说了这件事 何良帝正在暗自欢喜 因为萧策来陪她用膳 让她觉得 太子殿下还是在乎她的 偏就在这个时候 小太监入内禀报 称有宫女来找太子殿下 是哪个别院的宫人 何良帝面上没什么 心下却是恼怒异常 她还打算今晚留下太子殿下 若能试请 那就再好不过 这半个月以来 太子殿下还是第一次 来到望春阁用膳 偏就挑在太子殿下 来她别院用膳的时候来找人 说不是故意来接人 谁信呢 这奴才不知 不过那位不像是工人装扮 他手中有太子殿下的龙羽 称是有急事要找太子殿下 小太监说着 偷偷地看向萧策 萧策原也以为是哪个别院的工人 一听有龙羽 他便想起了望月居的情招 姑下回再来看你 萧策不给何良帝说话的机会 匆匆地走远 张吉祥愣了一会儿才恍悟 那吉可能是宝玉 太子爷佩戴多年的玉佩 送给了秦昭 这件事他也是前几日才知详 他紧跟在萧策的身后 离开了望春阁 暗沉秦昭可真会算计 时间掐得刚刚好 偏生是在太子爷 在望春阁用晚膳的时候出现 说这只是巧合 打死他也不相信 和良帝目送萧策走远 满眼的忧怨 今儿个他特意装扮了一番 希望能以自己的美色 留住太子殿下 顺利试请 毕竟花会很快将举办 如说太子殿下 在花会上相中的哪位贵女 东宫有了太子妃 他将更没机会试请了 他今日算计得好好的 却被人中途截胡 叫他怎么甘愿 奴婢去看看 太子殿下是被哪一位勾走了 下回良帝再找机会 搬回一城 香巧深知和良帝心里的不甘 自动请应 去吧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狐媚披子 赶在我手中抢人 和良帝的眸中 闪过了一抹利己 此仇不报 他就是东宫的笑话 香巧快补出了望春阁 但不敢太明目张胆 而只能隐晦地打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田宠剧 何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二十集 萧策以最快的速度 去到了望月居 他去到的时候 室内一股浓烈的酸臭味 宝珠正在处理室内的狼藉 见萧策来了 他忙屈身 想萧策请安 张吉祥闻到室内的酸臭味 都觉得恶心想吐 偏生太子殿下 确实毫无所查 要知道 殿下平时最怕脏了 秦昭一时昏沉 他以为自己的身子 已经在好转 却怎么也没想到 今天会有这一遭 这么痛苦 还不如死了算了 这一瞬间 他确实闪过这样的念头 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 他仍然觉得 人如果能活着 哪怕是痛苦 也是滋味的一种 秦赵 你可还好 萧策的声音 突然响在他的头顶 他勉强睁开眼 正对上萧策 充满关切执情的眼 他用尽了全力 支撑起自己的身体 声音几乎发不出来 灵女参见他 他自定 都变成这样了 还行李干什么 你且忍一忍 冯太医很快就到了 萧策上前搀扶住秦昭 制止他行李的动作 秦昭没有力气 放任自己 靠在萧策的怀里 他知道自己很难胃 又酸又臭 但他现在 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胸口翻张倒海 这熟悉的感觉 让他害怕 他忍得又忍 却实在忍不住了 忙提醒道 太子殿下 快 快放开我 我 我快吐了 萧策一愣 他见秦昭促紧眉心 背齿紧咬下唇 用力之大 渗出了血丝 他心意紧 想吐就吐 无碍 他话音刚落 秦昭就已经忍不住了 趴在他的身上 吐得一塌糊涂 冯太医赶过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这一幕 他愣在原地 室内的其他人 也都傻了眼 秦昭本人却顾不了许多 他大吐特吐 只想疏解心头的翻涌 萧策轻拍他的背部 冯大人来了 让他帮你看诊 你且再忍一忍 冯太医这才反应过来 他见萧策身上一片狼藉 不忍直视 连带他也不能闲三闲四 奴婵前帮姑娘 换一身干净的衣裳吧 宝玉忙到 无妨 急症不能拖延 冯大人先看诊 萧策说着 嚷出了位置 太子殿下开了尊口 冯太医哪敢有异议 他上前帮秦昭诊脉后 先是皱紧眉头 而后眉心在书斩 他怎样了 萧策见冯太医不开口 突然有点紧张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情绪 冯太医没接话 专注地帮秦昭扎针 约半课钟后 他才回话 秦姑娘脾胃很虚 可能是最近吃了太凉的膳食 因而她的脾胃受不了了 才遭了这回罪 不过呢 也是意外之喜 秦姑娘体内藏了多年的毒素 经过这一次清除了不少 还有一些余毒 往后再慢慢地清除 萧策闻言宽慰 下命令道 宝珠宝玉 你们带秦昭去静室 帮她清理干净 宝珠宝玉齐齐应试 扶着秦昭往静室而去 冯太医开了药方 让萧策过目 没了她道 这照理说 臣知晓秦姑娘脾胃很虚 在这方面很注意 开的方子属于温性 不知秦姑娘是不是最近吃了寒凉的食物 才引发此次的突发呕吐 秦昭还没走远 她听到冯太医这话 眸中闪过了一抹锋芒 是呀 冯太医最了解她的身子 照理说 不会不顾她的身子 开的药方 也不可能让她的脾胃受不了 药方没问题 那就是膳食有可能做手脚 她去到静室 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只是她的身体特别虚 泡在枣盆当中 人像是飘在半空中 没办法正常思考事情 张吉祥看到肖策身上的狼疾 提醒道 殿下 您也去换套衣裳吧 为了一个心计深沉的情招 值得太子殿下这般的狼狈吗 你把室内处理干净 肖策说着 去往主殿换干净的衣裳 可苦了张吉祥 室内这般的狼疾 叫她怎么下手 她可是太子爷身边的大红人 何时做过这等的脏活累活 都是秦昭这个气腹害的 肖策平日里是最爱干净整洁 今儿个却记挂着秦昭那边怎样 她匆匆地洗了一把脸 正想着换衣裳的时候 宫女秋水 含羞待怯地走过来道 太子殿下 让奴婢服侍您更衣吧 她是吴贵妃送过来的宫人 貌美如花 体态妖娆 说是天生游户也不为过 吴贵妃的意思 其实很直白 她既然派在太子爷的身边侍奉 若有机会爬床 便是她的成功和造化 这是贵妃娘娘的恩典 她深知自己不进则退 偏生来到太子殿下身边 侍奉一年有余 她连帮太子殿下更衣的差事 都没能讨着 萧策解衣上的动作顿了顿 她淡下眉眼 出去 秋水瞬间红了眼眶 是 天下 她先腰一扭 便跑出了内室 听到脚步声远去 萧策才舒展了眉头 以最快的速度 换了一套干净的衣裳 打点妥当后 她即刻去往望月居 恰逢宝珠和宝月 扶着秦昭出来 秦昭瘦得像是纸片人一般 脸色比以往 要更加的难看 她看一眼室内 张吉祥半是拖拉 还没有打扫干净 萧策索性上前 从宝玉和宝珠的手里 接过了秦昭 将她打横抱起 秦昭人本来就晕晕乎乎的 被萧策这么一抱 她整个人有些晕眩 下意识地便抱紧了她的脖子 萧策让她的头 倚靠在自己怀里 你先去姑的寝殿休息 想睡就睡 别撑着 秦昭迷糊糊地想 她这样被萧策抱着 余理不合 但她实在没有 立即想事情 整个人也是迷迷糊糊 就让她放纵这一回 她实在是太累了 萧策见秦昭没有声音 低头一看 发现她已在她的怀中睡着了 哪怕是睡着的时候 她的眉头 还是皱成了麻花状 似乎很辛苦 她加快脚步 抱着秦昭去往自己的寝殿 宝珠和宝玉看到这一幕 两人面面相去 完了 姑娘和太子殿下 越来越牵扯不清了 虽然看着是太子殿下 善解人意 有心帮姑娘走出困境 但这样的举止 还是太亲密了 这儿可是东宫 姑娘又不是太子殿下的女人 却被太子殿下这样毁了明节 虽则 姑娘早已没什么明节可言 两人心事重重 跟进了主殿 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若姑娘不是赵大公子的前妻 若姑娘的容貌出色一点 家世更厉害一些 或许姑娘还可以 跟东宫的朱美争一争 可是姑娘这样的出身 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 两人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 完全忽视了 不远处站着的香巧 香巧则刚好看到 太子殿下抱着秦昭 进主殿的这一幕 虽然是晚上 但她很确定 自己没有看错 那是秦昭和太子殿下 绝对没错 她火急火燎地 赶回望春阁 把自己看到的一幕 如实回禀 何良娣的手指轻颤 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方才说什么 太子殿下抱着 秦姑娘进了主殿 奴婢看得真切 那是太子殿下没错 香巧怒道 好一个贱人 居然敢这样 勾引太子殿下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何良娣摊坐在书背椅上 不 不可能的 就连她都没有被太子殿下抱过 凭什么秦昭可以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可事实如此 在何良娣灵力的眼神注视下 她话音见影 太子殿下仁慈 许是因为秦氏身子弱 病得太重 太子殿下 才不得已抱秦氏 何良娣冷然起唇 你去找今晚 给秦氏看诊的太医 问一问秦氏得的是什么病 速去速回 香巧不敢耽搁 不然今晚主子又要睡不着了 何良娣则焦虑地 等在望春阁里 她心里头很乱 秦昭是她见过的 最平庸的女子 还有她弃腹的身份 以及身后 没有强大的家族支撑 这样一个女人 她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原本秦昭进宫的这两天 倒也安安分分 甚至没有踏出望月去半步 既如此 一个这样的女人 有什么好被她惦记着 谁知道 今晚却给她来了这一处 会不会是太子殿下 有什么把柄 落在秦昭的手上呢 不然太子殿下 有什么理由抱秦昭 她越想越觉得 这个可能性很大 接下来 只等着香巧回来 就能知道 是不是自己想的那样